大家好,我是评头哥 本期分享一个0.01美元购买奥地利宝号审卡的教程 能免费无限制收短信 没有月租也不需要实名 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 有些平台看不到链接的 来这篇文章,地址就是这个 首先如果你有支持eSIM功能的手机 就下载这个软件,用软件注册申请 如果你没有支持eSIM功能的手机 就用网页版申请 我以网页版申请为例 软件申请的步骤一样 打开这个网站 点击右上角登录 需要先注册一个账号 注册好账号之后自动登录 接着再次点击右上角头像 点击优惠码 先输入这个25390005的优惠码兑换一下 你能得到3美元奖励 兑换完,点击首页的试用套餐进去 这里需要支付0.5美元 支持支付宝 大概3.58元左右 因为要想使用3美元优惠 必须先购买一个套餐激活 购买后进入订单 下载二维码 有了二维码 我们可以用Uber软件扫描安装eSIM 国内所有安卓和苹果手机都不支持eSIM功能 所以你是国行手机的话 只能配合Uber使用 如果还没有 可以来这篇文章申请一张 享受九折优惠 打开Uber软件 点击右下角加号扫描添加 添加好启用它 接着不需要管 回到网站 选择全球130家地区 下面有个3.01美刀的套餐 这个套餐包含一个奥地利手机号码 可免费无限制收短性 而且有100兆能在国内上网的流量 使用后有效期一年 缺点就是不能充值 一年后号码自动作废 但你可以在快到达一年的时候再次购买 换绑该卡绑定的软件 可实现永久循环使用 由于该套餐售价3.01美刀 我们已经有了3美刀优惠 但它必须要充值最少2美刀 才能使用这个优惠 所以你要先用支付宝充值2美刀进来 充值2美刀之后 再购买这个套餐 选择积分支付就可以了 等于这个套餐 你只花了0.01美刀 另外你充值进来的2美刀也不会丢 后期可购买套餐使用 支付完进入订单页 和前面的试用套餐一样 下载二维码 会出现二维码和手机号码 奥地利的国际区号是加43 然后用Uber扫描添加 添加后要记得启用它 如果刚开始没信号 你就等几分钟 还没有的话开一下飞行模式 或者重启一下手机 该奥地利卡可注册 大部分海外APP和服务 以上就是本期分享的内容 如果对你有帮助 别忘了一键三连哦 下期见